就在上个月 虽然日本央行退出了负利率和取消了YCC政策 让很多投资者都误以为 这代表着日本央行已经彻底放弃了低利率的环境 但大家容易忽略的是 这一次的调整主要还是政策利率账户的短端利率 那再来日本央行也已经表明还会继续购买偿债 那这一点日本央行行长崔天河南已经明确表示 如果日本国债收益率飙升 那么日本央行就会增加购债 避免银行间的贷款利率大幅攀升 那这说明央行既没有强烈意愿压制通胀 那同时作为一个出口型的经济体 日元贬值更是有利于出口企业的盈利 因此央行方面依然会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换言之 日本并不会在短期内彻底改变低利率的环境 但我们进一步去看宏观数据也会发现 虽然指向日本经济复苏 有正面和负面的因素 但整体而言 市场乐观的氛围正在蔓延当中 日本政府在过去几年也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 包括疫情后每年大约70兆的减税政策 以及通过各种经济措施来刺激的日本内需 如今的日本失业率不足2.5% 加上就业率屡创新高 今年的劳资谈判 也就是所谓的春斗 也推动了工资上涨5% 那即便是当前的日本已经开启了通胀模式 核心通胀连续23个月都超过了2%的目标 但资产价格和工资水平的上涨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掩盖了这些生活挑战 截至今年4月 日本工会发布的公告显示 中小企业平均工资上涨4.69% 总体平均工资上涨5.24% 对比CPI年度同比增长3.2% 你会发现工资转幅已经远超出了物价水平 而在经历过与通缩漫长斗争的日本央行 也格外珍惜当前的通胀形势 日本当局还似乎有意识地想要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进而推高房价 2023年5月 新冠病毒在日本传染病法上的定位下调为5类 出行限制正式被废除 随着人流恢复 店铺的需求也在增加 办公室的需求也十分强劲 数据还显示 东京23区的商业用地平均增长了7% 大型写字楼吸引租户的势头也非常强劲 除此之外 2023年访日游客人数也逐步恢复到了疫情前的8成左右 地方投资方面也在增长当中 除了半导体企业纷纷进驻日本的加持 日本国内相关的投资额也在急速攀升当中 而在新就业岗位出现的地区 住宅需求和消费便会开始慢慢活跃起来 这也有助于形成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价格连绝上行的良性循环 像是2月份开业的台积电雄本工厂附近的大金丁 部分商业用地已经上涨了33.2% 涨幅方面更是位居日本首位 而在金融市场方面日本股市的火热现象更是出圈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日本自8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 经济就长期低迷股市也缺乏活力 但是在过去10年日本企业盈利快速恢复增长 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 日本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还高于欧洲和美国标普般指数的盈利增长 而在近两年来也越来越多像巴菲特这些国际著名投资者大举投资日本市场 光是今年4月第一周 外资公共买了1.18万亿日元的日股 创下了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加上日本的上市公司 日本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持续增持 更是推高了日经二无指数屡创新高 日本散户也纷纷开始大举入场 日本市场成为了全球宠儿 除了资本密集涌入 大大小小的机构对于深入了解日本市场的需求也在激增 也因此创造了当地金融行业更多的就业岗位 那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 华尔街大行门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各显神通 那你看花旗集团 除了直接聘请日本分析师与客户面对面交流 在海外营销活动方面 2023年更是同比增长了5倍有余 而这种势头直到2024年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那在这些活动当中 花旗日本区负责人 分析师策略师和交易员都在共同讨论 包括股票固定收益到外汇等多个角度的投资机会 那俗称大摩的摩根许丹利也不甘示弱 与30UFJ金融集团合资的经纪公司 近期也已经派出了麾下30多名驻东京的研究员 前往香港和新加坡进行围棋一周的访问 目的就是要满足客户想要深度了解日本市场的需求 而美国银行还在今年1月份 针对位于美国、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机构投资者 启动了一个新的季度电话会议 由日本分析师深入分享投资建议 那简单来说 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表现 是牵动着投资者兴趣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 日本复苏的势头越强劲 人们对重新了解日本市场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大 不过实话说一句 在投资者完成了初步学习阶段结束之后 要维持这种兴趣 并且转化为实际的投资增长 依然需要这个市场本身能够持续展现价值和吸引力 目前日本股市热潮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这次的热潮属于短期还是长期 我们也还在收集更多资料和数据去做进一步的剖析 喜欢今天的内容 并且希望我们能够针对日本市场 做更多深入剖析的影片 欢迎在底下留言处留下你的想法 与我们一起进行交流和讨论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